北韓在台湾时间17号晚上9点42分 朝向日本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短短10小时内 北韩在18号早上7点42分左右 再度向朝鲜半岛发射飞弹 双方各说各话 北韩谴责美国派核潜舰停靠釜山 等于是预演核战争 而南韩也指控北韩的行为是蓄意调性 必须立即停止 事实上这已经是北韩今年第20次发射飞弹 韩联社报道 北韩恐怕是在抗议美国和南韩 敲定明年将举行联合军演 而日本同样强烈谴责得北韩的作为 日本推估这次飞弹飞行的时间大约73分钟 最后掉落在日本北海道250公里的外海 而且射程超过15000公里 威力大道甚至可以涵盖全美国 日本就针对北韩的行为 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向北韩提出严重抗议 同一天日本也向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通话 美日韩三方将进行紧密的军事沟通 维护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记者综合报导 未经许沟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